幫助別人 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一場幫助別人 挑戰自己的創意接力賽 即將開始 公式牛蛋快跑 公開募集有強烈意願的志願者 挑戰前所未見的牛蛋任務 一旦挑戰成功 挑戰者就能將牛蛋基金 指定捐給需要的團體或個人 今天的挑戰者 是充滿熱情活力的麻糬隊 我們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務 最慢下午6點 一定讓大家準時吃飯 不僅自信滿滿 他們還很懂得享受人生 要吃了 有力氣 繼續向前衝 Fale bella vita 不過牛蛋任務 可不是讓挑戰者 來喝下午茶的 糟糕了 快點 這個不行 這個太難了 任務一關比一關難 怎麼可以給老外這種題目 這三個臭皮醬如何闖通關 就在今天的 牛蛋快跑 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牛蛋加油 牛蛋快跑 吃著自己做的手工披薩 喝著進口美酒 非常懂得享受美好生活的這一家人 就是我們今天的挑戰者 麻糬隊 如果挑戰成功 他們想把獎金捐給誰呢 我們要把錢捐給我們的母校树林國小 10年前 Max跟著太太來到台灣創業 合開了一家珠寶店 她負責採買 婷婷負責設計 至於兩人的愛的結晶 自然是全家的開心果囉 這個台灣和義大利混合的隊伍 為什麼取了一個台灣甜點的隊名呢 因為她剛來的時候 她的英文名字叫Max嘛 然後義大利文她的名字叫Massimo 那我們就是簡稱Massi 然後台灣人不太會叫 都叫她Massi Massi就變麻糬 對 小朋友叫麻糬 不管是義大利發音的Massi 還是台灣甜點的名字 總之 麻糬隊為了感謝台灣人的照顧 自告奮勇報名扭蛋快寶的任務 他們將抽到什麼樣的挑戰呢 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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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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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選擇來囉 我們一抓 抓 在這個百頁扭蛋機裡面 每顆扭蛋代表的是 一個挑戰人類極限的任務 和一筆由企業任養的 五萬元扭蛋基金 挑戰者只要完成任務 就可以把這筆基金 捐給他們想要幫助的個人或團體 企業出錢 挑戰者出力 一棒接一棒 就看扭蛋 轉戰人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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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來 開始 你不要很難的 差點 哇 一本輸耶 你沒有 你看得懂嗎 舞動人生 舞動人生 你會跳舞嗎 你敢在大庭廣眾面前跳舞嗎 手無足道其實是人類的本能 這個任務是要挑戰者在10小時內 找60名路人一起跳舞 地點則是在台中市的5個地區 哇 這真是時尚最簡單的任務了 麻糬隊撿到便宜囉 你會跳舞嗎 你知道嗎 你要到台中的中山公園 在10個 在華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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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不知道 我還是這個太難了 對呀 這感覺我們久不久 我知道 我們感覺死定了 同樣人 大家在同樣 有沒有聽錯啊 印象中義大利人能歌善舞 Max卻對這個任務完全沒把握 她是謙虛 還是扮豬吃老虎呢 雖然她是義大利人 可是她這方面蠻呆的我覺得 所以應該是有點難度跟她講 我個人認為一定失敗 跳舞的時候她一定同手同腳 加油團裡兩位男士都不看好 但是其他幾位女士 卻認為Max一定沒問題 我覺得我們家的Mashi 她很gay 她很撐 其實她很會跳舞 以她的堅定來台灣這樣的精神 我相信她會成功 加油 因為她們做任何事情都是 剛開始都會有一點點質疑 可是到最後她們的精神 是一定OK的 雖然有眾家姐妹的細心喊話 Max還是不敢展露她的舞蹈實力 倒是小靜之一聽到音樂 就大方的載歌載舞 小朋友雖然活力四射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耐力不足 自己怎麼要跳 你看吧 我不在意我跳 我在笑還是我盡量 我們的親和力很好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那麼多人 就沒問題 你怎麼會成功 婷婷很有自信的打發票 問題是Max卻有個致命傷 她每年都一定會中暑 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她最不能適應台灣的天氣 第一次總書 我之前還不曉得怎麼了 就晚上回到家裡 我覺得怎麼會頭暈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他們說沒關係 來掛索什麼 我說不要了 這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還是一樣 整天都不舒服 第三天我說拜託 趕快你們做什麼來說 意大利也是一樣 回編三十幾度 三十幾度 三十五 六 但是想問你們這邊的熱 是不一樣的 挑戰的過程中Max會中暑嗎 擔心會擔心 麻糬隊還是充滿戰鬥力 因為他們想為熱情的台灣人 付出一點心力 扭蛋快跑的每一顆扭蛋 都會尋求認同這個任務的 熱心企業任養 每顆五萬人 舞動人生這顆扭蛋基金 是由台北市永春市場 自治會的會長黃秀玉小姐 所任養 她在永春市場經營創意市集 平常就是個急功浩毅的人 一開始我們是做創意 只有六攤 可是我們覺得說 這樣做的話 它根本就是幫不了 需要更多幫忙的人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應該把政府的那個場地 充分地利用 所以我才會去想要做跳腳市場 我們一開始定位就是 我們提供位置 攤位 然後讓更多人 有一個就位機會 秀玉小姐非常支持 扭蛋快跑完創意 做公益的想法 因此這套要包 任養了五萬元的扭蛋基金 舞動人生 這個不錯 對 我喜歡看人家跳舞 因為覺得他們會跳舞 真的很好 但是這個就是要有武器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對每一個人都會有信心 只要他肯做一定會成功 墨阿吉隊會成功嗎 婷婷又為什麼 想把獎金捐給母校呢 那因為最近景氣不好 就有很多小朋友 可能營養午餐啊 或者是班費 學雜費 付不出來這一筆錢 就全部都捐給學校 讓他們同仇 就是讓這些小朋友 都能吃飽 吃飽了才能念書啊 吃不飽怎麼念書 我女兒是我特別讓她 到這邊來念這個學校 國小有一點情感的作用 希望她跟我念同一所學校 因為勢必她念完國小 就一定要出國 那我希望她的中文 是在這邊打下基礎 那在 對母校的感情 讓婷婷下定決心 一定要達成任務 只是Max的中文說得不怎麼流利 又沒什麼運動細胞 活潑可愛的靜知 則可能隨時便臉鬧脾氣 這個看起來 岌岌可危的隊伍 可能贏得挑戰吧 挑戰當天台中的七彎二十六度 Max中暑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麻糬隊開心地在早上十點 來到台中的中山公園 這裡是台中唯一一個 日據時代建造的公園 也是台中市面積最大的公園 公園裡的胡心坪 建於清朝光緒年間 是台中市的經典地標 麻糬隊將在這裡 領取牛蛋任務包 這什麼呢 這什麼東西 這是任務喔 天啊 趕快快快看 爭取時間 我要看 你的國字也認得不多 你要看什麼呢 無動人生這個任務 請挑戰者在十個小時內 也就是到晚上八點前 挑戰五個階段的任務 一個階段完成後 才能打開下一階段的任務形式 第一階段的任務 請挑戰者徵求三位路人 教挑戰者跳舞 挑戰者經過學習後 每段舞蹈至少要能夠跳上一分鐘 才算成功 但是三支舞蹈 必須不同種類喔 任務包內附有各種舞蹈小道具 以及台首席音響 和十多種舞蹈音樂 挑戰者可以自由運用 真的 一個阿嬤 一個小朋友 一個年輕人 就一定不一樣了 挺挺的個性急躁 任務包內的東西 他連看都沒看 就開始到處拉人了 不要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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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弟弟得先學會走路才行啊 不同於婷婷的亂槍打鳥 Max則離開胡心亭 尋找適合的對象 而且似乎有了收穫喔 你要教我們跳什麼舞 好 有沒有幼稚園老師跳的 我跟老師一段有沒有跳舞 對 這個還在念幼稚園的妹妹 會教他們跳什麼舞呢 對啊 兩隻老虎會不會 你唱 那你跳跳舞 好不好 你先跳一次 那我跟著你跳 好不好 好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他跳舞 對於婷婷跳得很輕鬆 不過很明顯是婷婷教小朋友跳的 違反遊戲規則不能算數 她教我們嗎 她只是忘記了 對不對 我們忘記了對不對 我們之前就會 婷婷的狡辯無效 不過公園裡的小朋友很多 她馬上又看上了一對祖孫喔 伯伯你教我們也可以 我也可以 你教我們就好了 好 配備備因為長期照顧孫子 孫孫子的法寶他還會一兩招 這首比兩隻老虎還簡單的身體歌 讓麻糬隊獎了便宜 過關 急性子的婷婷 立刻拿起音響往外冲 寻找下一位路人 把Max远远地丢在后面 把她拔到哪里去了 当我了 有很多一句 教我的跳一分钟就好 好不好 我们不会的 好不好 拜托一下 OK 那不要了 乖 你不要打到这一分钟 我不会跳 我不好意思 我不用跳 你小小 一小小 借人救难的方式 其实挺管用的 就像这位路过的小姐 听到了讯息 就自告奋摇地秀了一下 你要跳 你跳给我们看 我们学几秒的 OK 走 可惜这位小姐跳到一半 就因为害羞离开了 婷婷急着大叫 小姐 跳不住 就在婷婷大声嚷嚷的时候 冷静的Max注意到围观的人群里 有两个年轻人很像武力高手 他立刻跑上前去 一门工作 不要太难了 年轻人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他们会秀出什么样的舞蹈呢 不知道我们是跳街舞的高手 你看 两位年轻人跳的是街舞 这种舞蹈最早起源于纽约 是美国黑人从一种运动转变而成的 它是由各种走跑跳的动作组合起来的 麻吉队一边欣赏 一边皱起了眉头 难度这么高的舞蹈 他们学得会吗 广场上七十多岁的阿公阿嬷跳起了探狗 这场美丽的卸购是怎么来的呢 下一段马上回来 为了赢得扭蛋基金 让树林国小的清寒学生有营养舞餐可吃 来自树林的麻吉队挑战舞动人生的任务 他们必须在台中市找六十个路人跳舞 现在他们在中山公园挑战第一个阶段 找三个路人教他们跳舞 而这位年轻人正试着教他们跳街舞 来 五 六 七 八 右脚 左脚 右脚 左 来 左 右 左 踩 对 右 左 右 踩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踩 六 七 踩 一 二 三 踩 五 六 七 踩 右脚 左脚 右脚 左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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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第一个动作 已经把这家人搞得晕头转向 众心不知往哪摆了 没办法 莫阿基队只好拜托年轻人 是否把温和事情持续更爽 嘬死又没办法 手法方向也旋快 一 二 三 踩 五 六 八 手� pana 手距上往外 对 左 你 Huawei 一 二 四 三 有的是 us 我不要忘記了 年輕人把複雜的舞步簡化 改成一些手部動作 雖然少了爆發力 不過還算有特色 麻糬隊也很快就學會了 過關 學過了童謠和街舞 還差一種舞蹈 麻糬隊會把目標轉向誰呢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請現場的觀眾 三位教我們跳舞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位 還差一位了 對啊 民族舞蹈啦 對…都可以 不要客氣啦 好 接著我們運動對不對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這位太太想教麻糬隊跳恰恰 這是一種起源於中美洲的舞蹈 最基本的就是學踩方形步 只是腳步好像是麻糬隊的致命傷 他們學的異性藍衫啊 他們也跳過我們學 所以這個功夫比較難 好像很簡單的東西砍起來 但是做起來就沒那麼簡單 麻糬隊當機立斷放棄學恰恰 他們飛奔到公園的其他角落 尋找合適的學舞對象 你會教我們跳舞 一分鐘 一分鐘就好 如果有音樂 你們可以聽聽看要什麼音樂 可以嗎 可以嗎 你不可以嗎 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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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 教我們一種舞 隨便你什麼舞都可以 一分鐘就好 但是我們不會啊 妳好會啦 跳舞怎麼不會 我們不會啊 我們小孩不會跳舞 啊 會不會跳舞 不會 一連串的拒絕 讓婷婷覺得不可思議啊 台灣人怎麼這麼不會跳舞 隨便也可以跳啊 放不開 你看小朋友一歲的時候 不是都聽到音樂都一直跳 那是很開懷的事情啊 隨便跳也可以跳 幸好沒多久 婷婷就找到了一對 很放得開的母女哦 就是可以跳一分鐘教我們這樣子 妹 好不好 妳跳舞一下電 媽媽去看妳跳舞電 好嗎 媽媽 妳沒有啊 我就沒帶湯了 沒帶湯了 不一 媽媽媽有教了 快點快點 媽媽有教我們 媽媽有教我們好 媽媽 妳如果愛我 妳就真正聽 乖乖乖乖乖 兒女兒 我愛我愛 這位母女表演得好聽又有趣啊 可惜跟第一志一樣是同搖舞蹈 所以只能謝謝他們帶來的表演囉 天吶 趕快趕快過來 同一時間 Max傳來了好消息 肥油不掉下來 不要叫我跳 要讓我跳 要叫我跳 我教你們跳什麼 一分鐘隨便 隨便 這位男士來自新加坡 跟老婆來他們旅行 來自東南亞的他 跟老婆抱貝之後 會跳出什麼樣的舞蹈呢 約什麼音樂嗎 嗚嗚 還有兩三把嗎 對 三把 這我爸爸最喜歡的 我可以跟爸爸跳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我們來這邊 不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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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就是有 稍微碰到一點Salsa 所以就 就學了一點點 音樂就一點敏感 Salsa是西班牙文醬料的意思 表示這種舞蹈跟醬料一樣 融合了各種風味 食用的音樂也跟製作小組 提供的音樂相當接近 這是一種狂野熱情的舞蹈 重點在腰部的擺動 麻糬隊一樣畫葫蘆的畫完了 勉強過關 我們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務了 不要臭屁 最慢下午6點 一定讓大家準時吃飯 對不對 我盡量 11點40分 麻糬隊不到兩小時 就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挑戰 戰鬥力十足的他們 信心十足的打開 第二階段的任務指示 第二階段邀舞 請挑戰者前往科學博物館 並從學到的舞蹈中 隨機選擇 找四種不同年齡層的人跳舞 每個年齡層要有五個人 指定的年齡層是 一到十歲 十到二十歲 二十到六十歲 六十歲以上 挑戰者必須完成一個年齡層的腰舞 才能進行另一個年齡層的邀請 可是不在這裡 要到科博館 是不用一個一個 先五個一次跳出來 對啊對啊沒錯 然後一次跳 駿蛋也知道要這樣 但是不行啊 這邊先這一條 這個是一個一個 可以啊快點快點 等一下先驗收一下 剛剛學的三種舞蹈吧 大家都記得嗎 第一手 第一手 輕點童搖 一二三四七七六 第二手 慢活嘻哈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三手 看來這三支舞蹈難不倒他們 老神在在的墨雞隊 還開心地玩起了任務包裡的道具 一點都不著急呢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超可愛喔 哈囉 爸爸不是給你的 還有道具可以跳繩 對 玩得差不多了 墨雞隊才依依不捨地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科博館 十二點零五分 瓦雞隊來到台中的科學博物館 這裡展示著天文 物理 地球科學 等各種科學領域的模型和標本 是個科學熱愛者的學習天堂 到這裡參觀的民眾 會有興趣跟他們一起跳舞嗎 請問一下你幾歲 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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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跟我們參加跳舞的任務 我們會教你跳舞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前面一個姊姊妹妹妹 我們要找五個 所以你不用害怕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好不好 好 OK 對 我們會教他們跳舞 然後跟著我們跳就好了 要嗎 姊姊妹妹 一分鐘而已 一分鐘而已 可以嗎 好 可以了 有了 有了 綠色的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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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朋友最沒戒心 因此墨雞隊總是先找小朋友來挑戰 問題是 亂流騷騷的音樂節奏太快了 小朋友跟不上 墨雞隊這回可是失策咯 好 要舉起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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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像在逛大街 還有人臨陣脫逃 馬雞隊只好再找三位小朋友 好棒喔 跳完你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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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就是這樣了 已經是最大的極限了 也算跳啊 對不對 再找一個 再找一個 快點 快點 來 妹妹來跳舞 跳舞 加油 看姐姐扭了 好棒喔 好棒喔 你看 好會跳耶 好棒喔 好棒喔 有給我們看一下 快點 你看 來 來 來 我們下一個可不可以扣三個釣 我們已經多給你們三個了 不是 婷婷發揮了她生意人的本色 跟製作小組討價還價 不過在扭蛋任務裡 這招是行不通的 婷客公園 其實是小孩的媽媽 媽媽一起 然後你們分開拍 然後就說 剛剛你的孩子都跳 你怎麼可以不跳 不是 你是不是找年輕人 先找 先找年輕人 好棒 二 四 二 三 二 三 二 二 那我們就選第三個年齡層 對啊 二十到六十 我們的任務 就是跳一分鐘的舞 我們會教你們 很簡單的 一歲的 一分鐘 二十 二十 三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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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再加一個 加倍有一個 四個 四個了 沒錯 漂亮 有什麼關係 這邊東西可以先放這裡 好了 我們已經五秒了 來換加兩個 來 Let's go 三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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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束縛都太多了 然後藉由這個東西 我覺得去嘗試去做改變 應該是滿快的 對 三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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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基隊接著找十一到二十歲的年輕人 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啊 充滿著氣 卻又帶點叛逆 會有人願意加入嗎 四人幾 十幾年 就是 就是我們要的那個年紀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要醜到 醜到什麼 你們看我們怎麼跳 你們也跟我們跳 一分鐘 一分鐘 我家裡有兩個 一分鐘不會怎麼樣 我要拜託 一分鐘 一分鐘 快一點 快一點 一分鐘跳 好不好 你們不要跑掉 趕快來 你們走啊 這邊走錯地方了 快點 可以 再一個我們跳 一分鐘 好 好 謝謝 太感動了 四個了 再一個 快點 四個了 三個了 跟我們一起跳 但是一分鐘而已 我們會教你們跳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完成這個任務 最後一個任務了好不好 好 那天天給你看 大家都集合在那裡 快點快點 剛好二十 剛好二十 兩人分頭並進 竟然不到三分鐘 就把人找齊了 只是這群年輕人 似乎沒什麼活力啊 好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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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一點 快點快點 動起來 你們這些年輕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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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快要完成了 好 快點 跳 跳 高 一路跳下來 麻糬隊體會到 亂扭騷擦 看似簡單 卻最不容易跳 準備找下一組人的Max 發現要找的是 六十歲以上的阿公阿嬤 更是擔心得不得了 六十歲以上的 真的有一點麻煩 如果下一個 還是我們抽到這一首歌就慘了 應該哪一個阿嬤阿公來跳這樣子 泡腳便的婷婷發現要找六十歲以上的人跳舞 立刻裝糊塗 有嗎我國語不太好 有 哪裡有啊 你講我來講我 您就有 你會看中文嗎 他只要寫六十以上 我看啊 在哪裡 剛剛只看到三個啊 我沒有看到六十歲以上 不是 你知道這很難 因為你六十歲 你要問人家 萬一問人家說我們不到六十歲 多尷尬 你把人家看老呢 對不對 很恐怕 而且柯博館有阿嬤阿公來看的嘛 我還沒看到 沒想到婷婷的喪氣話剛說完 迎面而來的就是三位合適的人選 爸爸 快一點 那邊有三位 快一點 阿嬤醫生一下喔 那邊可以照喔 不要給她打贏啦 那邊那邊看 三位 I'm looking for you I'm looking for us Wha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Dancing Sure Sure Oh lovely Thank you Hello Hello 等下 一分鐘 好 我76 她77 然後最好了 我只有28 對 去年 去年 對 她好多有資格參加的 對 這幾位銀髮足 偷到的是簡易版的街舞 不但能夠跟Max鬧演藝 也不介意談自己的年齡 麻雞隊總算鬆了一口氣 2 3 2 沒了 她那邊還有三個 快去 後面 快點 快 停 婷婷就像的總指揮 一看中目標立刻指派Max行動 Max也樂於聽令行事 好不好 一分鐘 你要不要動 謝謝 謝謝 5 2 8 你好 我們有一個團隊 每個禮拜 然後每個禮拜的上課 上課 3 4 5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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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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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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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放在這裡 夫妻倆的個性很不一樣 不過卻非常有默契 就想邀請60歲以上的路人來跳舞 婷婷不開口 就是因為很清楚Max的優勢 因為我知道外國人比較吃香 我們中國人我也肯定沒有 但是真正的是 反而我跟他們說 找人是我負責 跳舞的 你們來跳舞 但是看起來跳舞 也是我最知道的 就在Max跟婷婷鬥走的時候 竟只打開了第三階段的任務指示 內容是什麼 讓他驚叫連連呢 第三階段鞋之舞 請挑戰者前往台中火車站 並從學到的舞蹈中隨機選擇 找七位穿著不同鞋子的人 跟挑戰者一起跳舞 其中一定要有一個人是穿高跟鞋喔 我這是七二點半 對 我都可以喔 我們就去吃飯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都在吃飯 沒想到麻糬隊接到任務後 竟然決定先吃飯再說 深受歐洲文化影響的麻糬隊 深信工作是為了享受美好生活 所以就算任務再緊張 也要輕鬆一下 好 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這麼悠閒啊 對啊 這個不可以算在那個挑戰的時間裡面喔 五分鐘而已喔 不要那麼急 很輕鬆 Piano piano 一大約講Piano piano 慢慢來 慢慢來 三點 要吃了有力氣 繼續向前衝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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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誰 這個小褲啊 很大口啊 這個小褲呢 那是誰 麻糬隊邊吃邊玩 但是挑戰任務的時間 可不會一起跟著 Piano piano piano喔 两线油啊 这个是两线嘛 那是假脚脱 人质脱 快点啊 这点 因为Max对鞋子少一根筋 默契十字的马吉队 竟然闹起了别扭 不过就一双鞋子 会有什么玄机呢 别走开 马上回来 从台北树林来到台中的马吉队 要在十个小时内 到五个地方跟六十个人跳舞 已经过了两关的他们 来到第三阶段的台中火车站 准备找七位穿不同鞋子的人跳舞 只是这里的人难来北往地赶火车 谁会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来跟他们跳舞呢 我们现在不行 七个一起找太麻烦 我们先找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默契队又想用一网打尽的方法找人 只是一下子要凑齐穿七种不同鞋子的人 实在太难了 只好安分地一个一个来 他们第一个找到的是穿靴子的人 一边唱唱跳跳 一边还不忘寻找目标 第一组还没跳完 Max就找到了穿另外两种鞋子的小姐 其中一个穿的还是指定的高跟鞋 好朋友 愛的生日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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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4 5 6 7 8 7 4 4 5 6 7 8 一分鐘都沒有 很久很久沒有這樣跳樓 而且我可以剛從台北下來 不錯 還不錯 就是覺得很輕鬆很愉快音樂 很有趣 我要跟朋友說囉 這兩位來自宏都拉斯的女孩 穿的是球鞋 她們要跳什麼舞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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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 是嗎 對 第一次 真的很好 很棒 很棒 我們喜歡跳舞 新的經驗 對 我們很累了 但我認為這把我們的能力回升 對 你還沒興趣 找到了馬鞋 高跟鞋 複鞋 接下來的四種鞋子 讓馬鞋隊有點傷腦筋 對啊 還有什麼鞋 還有什麼 人字拖 拖鞋 良鞋 哪有那種鞋 那邊又一個有拖鞋 快 快 快點 就只有你穿這種鞋子 我們要找這種不同的鞋子 好漂亮 對 真的不行嗎 拿走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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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穿拖鞋的人不少 願意跳舞的人卻不多 好不容易 有位穿人字良鞋的小姐 現在中間也在婷婷的強力搖曰下 半吃半吃的配合了 這什麼 我都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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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怕 我都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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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泡泡的 那個穿咖啡色的 那個算不惜鞋 那個那個那樣算不惜鞋 那個那個 婷婷突然瞄到有人穿不惜鞋 這種新研發出來的塑膠軟鞋 讓Max一頭霧水 我們總是可以請你們幫個忙 我們一起跳一分鐘 一分鐘 大家都可以一起 對 大家都可以搞什麼 非常簡單 放著看那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要換工作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換工作 很新鮮 不可思議 因為實在等著而已 然後就被抓 在座外挑戰有沒有 一 二 三 很好 就剩下兩種鞋了 沒想到在這緊要關頭 夫妻倆竟然鬧起了彆扭 只因為Max真的對鞋子少一根筋 這個板子有啊 剛剛那個女生有啊 那個女生不是走掉了嗎 沒有 那個有啊 兩線有啊 這不是兩線嗎 那是假假拖 人字拖 快點啦 這 不是兩點的 不是兩點的 兩人激通壓假了半天 就算大成共事 專攻人字拖 好不好 一分鐘跟人字拖 我們會交給你 謝謝 好 我們找到人字拖 第六個了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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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玩的 只快過了 已經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 叫我一分就對了 我不是結編的人 沒關係 我們只是要找穿這種鞋子的人 一分鐘跳完就Finish 好啊 謝謝 國時尚堂來的 來玩了嗎 是 那太好了 旅遊經驗 很奇怪 開心啊 開心啊 來結編玩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我覺得 下午2點23分 麻糬隊仍是快速地完成第三階段的任務 當靜之打開第四階段的說明時 一直認為任務很簡單的婷婷 終於皺起了眉頭 第四階段 雙人舞 請挑戰者前往精明一街商圈 並從學到的舞蹈中隨機選擇 找五足不同職業且穿著制服的人 跟挑戰者一起跳舞 美組兩人 全制服的就是雙班 你要怎麼去找找門 所以要進到店裡面 進到店裡面 到百貨公司找不同專櫃小姐 都不同制服 耶 別高興得太早 京明一街並沒有百貨公司 麻糬隊這下麻煩囉 台中市的京明一街商圈 是台中市的十大商圈之一 這裡原本商機平淡 十年前街道改造之後 京明一街成為台中第一條 具有露天咖啡座的街道 因此打響了名氣 雖然這是個悠閒放鬆的地方 但是穿上制服的工作人員 可不見得悠閒放鬆喔 那些車我們不能拍 我們要不要跑去 那邊來夾就永遠的 繼續走 沒有那邊沒有 快點 客人這樣對 要請兩位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動作 打給你們幫忙好不好 要問我們店長 店長可以嗎 我們是老闆 我真的我知道 因為我們是誰邊爬 都可以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我們要去做老闆 快點 快點 這個不行 這個太難了 我剛剛拿到題目的時候 就有點難 這一家有 對啊 他們快遞有沒有兩個人 你們快遞跟我們都兩個人一組嗎 還是一個人 我們想請你們兩個人 跟著我們跳 一分那個人 對啊 我們都不行 連著被四組穿制服的人拒絕 婷婷忍不住 對各行各業的老闆們 和客人一起做 喊話 因為大家都在工作 大家都很怕被老闆罵 做老闆的人 不要這樣子 一分鐘而已 眼看任務 打成的希望 越來越渺茫 婷婷狗急跳牆 開始使出魔人的凝呼 我們會教你們 我們會教你不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找屋主 都沒有人要幫我們 可以幫忙 拜託啦 不要很孤孤這樣 真的啦 不會啦 不一定的 不行 不行 可以啦 你走在她後面 不然會讓她地價 衝刷一下 沒有 你要上鏡頭 要上鏡頭啊 拜託 也許她只是害羞 也許她突然 被我的真誠感受 反正又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拜託人家而已 她不願就算 會不會少一塊肉 對不對 除了死皮賴臉 狡辯也是婷婷的 看家本領喔 幹嘛有這個袋子啊 不敢不用啦 真的可笑啊 都過了半小時 該讓救命扭蛋上場了吧 我不要用 婷婷的堅持 讓事情出現了轉機 有人釋出了善意的回應 是哪一個行業的人呢 可以嗎 我們只當她一分鐘而已 等她們都畫完 我們再來找她們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耶 所以我先找好一組了 對 找到一組了 我說找到一組 好運來了 婷婷不肯輕易放過 她又在路邊攔下了一位外送的女孩 你好 我們是那個公共電視的節目 那我們在這邊 剛好看到你們小姐在外送你們的茶 好 就說要看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再也都去找妳 好 又吃下一顆定軍丸 麻糬隊決定先完成彩妝店這邊的任務 不過婷婷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竟然一邊跳一邊細細亮了 謝謝你們的幫忙 這個 我們走遍幾個 沒有人要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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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幫我 可以 很開心啊 開心啊 然後就是 就隨便跳 就 好像有運動的感覺 好 對 快點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工作也要休息的 對不對 要一分鐘 不過一分鐘之後 麻糬隊連續找了好幾家店都失敗了 夫妻倆的火氣也來啦 這邊我們放棄了 這邊我們放棄了 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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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京城路91號 在哪裡啊 我哪知道往台北來的 你會回京城路91號在哪裡 它就算很近 你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一直往那邊去 經過一攤溝通 兩人決定一邊找 剛剛約好的飲料店 一邊試試兩旁的店家 好 舅舅你有沒有已經找得到人了 一分鐘而已 真的非常簡單 不簡單的話 我真的 頭到你了 相信我 我們都不會跳耶 我也不會跳 我早上才學的 我從10點跳到現在了 聽者三寸不爛之舌 婷婷終於說服了這對藥劑師夫妻 別驚訝 這可是夫妻倆第一次一起跳舞喔 你看好簡單對不對 2 3 4 5 6 7 8 3 5 6 8 還不爛啊 好熱 5 6 7 8 墨吉隊就這樣一路走一路拜託 花了快兩小時 才完成這一階段的挑戰 接受藥物的人是哪些行業的人呢 這兩位是在西班牙餐廳打工的外場人員 1 3 4 2 3 4 5 6 7 8 這是之前約好飲料店的店員 開箱的名牙餐廳 最後一組則是拉麵店的廚師 1 2 3 4 5 5 5 下午4點18分 提中場時間8點還有3個多小時 麻糬隊完成了第四階段的任務 心情非常輕鬆的Max 一件事竟然是跟老婆大人懺悔 這個第四個我都是條去找到的 我都沒有幫他 所以我 好甘心 對啊 我覺得很對不起找 可惜我們的總指揮沒時間兒女情場 立刻又投入戰場 該急的時候會急 現在是應該要急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趕快 你再浪費我的時間 快給我第五個 好 好 互動人生的任務 一關比一關難啊 第五階段的任務會是什麼呢 當六點的鐘聲響起 他們是如願以償地提到完成挑戰 還是被判出局呢 3 2 3 4 5 5 8 你要想別人 想到別人 你沒有小孩 你會去六點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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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如恢的婷婷跟Max 竟然把靜之冷落在一旁 讓靜之生氣了 到底是什麼樣的任務 讓他們沒時間照顧隊友的感受呢 別走開 馬上回來 今天的台中很歡樂 因為來自樹林的麻糬隊 要在晚上八點前找六十個路人跳舞 只要他們挑戰成功 就可以把黃秀玉小姐任養的五萬元 捐給樹林國小的學生吃營養午餐 現在他們正準備接受第五階段的挑戰 第五階段團體舞 請挑戰者變一段至少一分鐘的舞蹈 並說服在老虎城商圈逛街的二十個人 同時跟他們一起跳舞 跳了一整天的麻糬隊 是否能夠融會貫通自創一支舞蹈呢 我們在車上編 腳直尖 一提到編舞 小靜之立刻想到自己的拿手絕活 還是趕快出發吧 再繼續跳下去 到時候就真的 麻糬隊在車上把所有的音樂都聽了一輪 有看老虎城都到了 還是沒想到要學哪一首曲子編什麼舞 老虎城商圈位在台中的七七重畫區 是個兼具休閒娛樂的新式商場 到這裡逛街吃飯看電影的人群不少 但是要集合二十個人一起跳舞 麻糬隊編等舞 三個人的壓力可不小啊 我想趕快回家了 很難耶 你只跳其他舞跳一段那裡 急性子的婷婷趕著六點前完成任務 但是碰到驕傲的挑戰者 牛蛋快寶必定會使出必殺秘技 牛蛋摘集店 戳錯挑戰者的銳氣 搞不清楚狀況的婷婷 她已經開心地收下了這個禮物 她送給我們的嗎 必須猜出三個成語才算過關 中國成語中 有五這個四的成語有哪些呢 這顆女蛋摘集店 是要挑戰者用匕首畫腳的方式 浪入人猜成語 挑戰者必須找到 猜出三個成語的三組人才算過關 是我們太順利了吧 對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怎麼可以給老外這種題目 這兩個老外 一個還不會成語 自己不能講話 就是我們在家裡玩的那個 比如說 吻 然後 起 舞 懂不懂 舞這樣子好不好 就這樣 所以我們要先練習 美 飛 色怎麼講 色 美飛色 對 色 婷婷自導自演了一遍 立刻上場 Max和靜之幫不上忙 只能在一旁乾著急 第一個字 有人怎麼樣 那叫什麼 我們會講什麼字 這個那個 關在 婷婷比劃得很用力 猜的人也很辛苦 不過卻漸有佳境 美飛色舞 一 兩 對 第三個 大雅舞 對 好棒喔 美 對 美飛色舞 文 第二個 文基奇舞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是 你們剛剛講的 寬心舞 第二個 龍飛鳳舞 手 對 第二個字 手舞 手舞主導 竟然不到十分鐘 就解決掉了 Max跟婷婷 立刻集中活力編舞 只是 全心投入了他們 卻把小靜之給惹哭了 要這樣沒有人會看 你到底就忘記了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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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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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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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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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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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最有效 來吧 幫我們跳 耶 找到了 媽媽 有不要一分鐘跟我們跳舞 一分鐘 我們是那個公共電視台 好 去啊 去啊 去玩了 沒關係啊 去玩了 小朋友 排前面 來 來 來一個 對一個 這邊 謝謝 拜託一下 然後先跟你們 來 他笑死我 他笑死我了 好 抱怨 一 二 三 八 九 十六 十七 二 一 二 五 多 再送你們五個 還沒有一天一日 正式快樂 二十人跳舞的大陣仗登場囉 麻吉隊編的舞蹈有沒有看頭呢 這二十個倉促成軍的舞團 又跳得如何呢 一 二 三 六 七 二 五 五 四 四 一 三 六 五 三 二 五 七 五 七 一 五 五 六 一 八 八 一 五 八 一 八 八 一 八 八 一 八 二 八 八 准备 一 二 四 虽然努力练习 二十个人还是跳得一团乱 不过跳的好不好不重要 我这就好了 不动人生的任务就在这个欢乐声中提早结束了 我们说六点 就是真正的六点 我们倒没有用救命扭蛋了 一分钟我不觉得会改变很多事情 对很多人 但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评会 几乎每一个人从早上都生日 都是第一次 生不想跳 后来跳完 你问他 他会说他一直跳得很开心 就觉得从来没有没有的经验 对 这种 机会 事实上是他们 不是我们给他们机会 他们自己给他们机会 对啊 因为像我看到那两个厨师 有没有在跳我就觉得很可爱啊 像我们在第四关 你会说我怎么那么死皮赖淋 可是我觉得就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尝试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们不要爬地 在生活时全力以赴 休息时尽情享受生活 这是马吉队轻松赢得 这场挑战的秘诀 武动人生带给许多人欢乐 又充满活力了一分钟 永春市场自治会会长 黄秀玉小姐任养的 五万元牛蛋鸡鸡 也顺利地捐赠给数人国小 让更多小朋友 可以吃饱地去上学 下一颗牛蛋将会是 什么样的任务呢 牛蛋快跑 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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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